大家好 我是艾菲尔 为你播报12月13号到12月19号 的重要星象以及12星座的运势提醒 那么来到这一周呢 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冻 已经进入到这个射手座的 这个生日月份的尾巴了 那么天气当中是越来越寒冷 那么在寒冷的冬天当中 有哪些重要的星象 是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或是影响到你身边的朋友呢 那么首先我要告诉大家 那么这一周有一个重要的星象 是火星进入到射手座的天空当中 大家都知道火星是母羊座的守护星 那么火星进入到射手座的天空当中 其实对所有的火象星座朋友来讲 都有一个正面的鼓励的作用 但除了正面鼓励作用之外呢 还有一些可能造成的凶险的现象 是本周特别要提醒的 那么火星呢 它跟交通违规 或是交通的破坏 或者是交通的事故有关 所以在12月13日到12月19日 这一周呢 大家可以看新闻 可能会很多关于交通事故 或交通摩擦 这个车祸摩擦 或者是一些交通的纠纷 引发的一些社会案件 让大家人心惶惶 那另外木星它代表的是一个学校的团体 也跟教育有关 所以这一周还要注意跟幼儿 或者是青少年有关的校园安全 或是校园霸凌的问题有关 所以做父母的观众朋友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你的小孩在 学校当中的各种表现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星象呢 也是在本周发生 是水星进入到摩羯座 那么水星进入到摩羯座 它给大家的一个重要提醒是 大家要开始变得务实 并且以大局为重 因为摩羯座它是一个比较理性的 它是一个重逻辑的 它是一个做任何事情 是不带有个人的情绪跟感受的 它比较是就事论事的 所以大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去处理问题 我相信符合本周的这个星象 你做事情就会更为顺利 那么讲完了重要星象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十二星座 在这一周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母羊座的朋友 给你关键字是银行 什么意思 这一周最好去银行 去刷刷你的本子 或者是跟你的礼砖 跟你的这个房仲的客服 或者是跟你的保险业务员 谈论一下 也许能够得到一些 跟理财方面的灵感 那么金牛座的朋友 给你的关键词是 骚扰跟误会 怎么会有骚扰跟误会呢 是来自职场当中的感情误会 跟感情的骚扰 影响你的心情 双子座的朋友 给你的关键词是 这个理财的行为 那么本周在理财的部分 变得更精打细算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水星进入到摩羯座 所以它是理性的 去规划你自己的理财的行为 所以越理性对你来讲是越好的 那么巨蟹座的朋友 给你的关键词是 忙碌的工作 那么忙碌的工作呢 还好你是有目标的前进 但是还是要提醒你 忙中可能有错 那么四座朋友 给你的关键词是 健康问题 大家一听到健康问题 会想说 是不是你的健康不好呢 其实你的健康要注意 你的家人的健康也要注意 建议大家在这一周呢 能够做一些食材的这个食补 或者是调养的方式 帮助你跟家人 那么处女座的朋友呢 给你的关键词是 感情友好的发展 很不错哦 那代表是说 在爱情当中保持一个弹性 因为呢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 过去前所未有的新对象 那么天秤座的朋友呢 给你的关键词是 家人家庭 以及家族之间的一些纠纷 让你里外不适人 所以呢 最近有一些面临婚姻问题的 天秤座的朋友要小心哦 可能会坐实离婚的现象 那么天蝎座的朋友呢 给你的关键词是 暧昧的对象 还不错哦 这个暧昧对象 至少呢 是颜值非常高哦 所以呢 天蝎座的朋友 可能会有新的恋情出现 射手座的朋友呢 给你的关键词 是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在这一周呢 要小心你把你的车子给刮花了 或者是把别人的车子给刮伤了 要小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摩羯座的朋友 给你的关键词是 感情的绯闻 还有情爱的纠纷哦 那么在这一周呢 你要特别小心 这一些感情的一些纠纷跟困扰哦 让你平静的生活呢 出现了波澜哦 水瓶座的朋友呢 给你的关键词是 旧情的复燃 那么呢 你可能偶然得知 旧情人的状况 或者是从别人那边传来了 旧情人的一些讯息哦 不管你们还没联络 但是确实触动了 你内心的一些记忆哦 那么双鱼座的朋友呢 在这一周给你的关键词 是忙碌哦 忙碌什么呢 忙碌你的家庭 忙碌你的工作哦 那么导致呢 你会有恍神 甚至是健忘的状况哦 小心影响你的自己 也影响了工作的一个进度哦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周十二月 十三号到十九号的 重要形象分析 以及十二星座的运势提醒